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选择哪一块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晴天 今天继续给粉丝找料 他的预算是 这个速度要找一个飘花的料子 像飘花的料子的话 这种全堵料的话不太好找 我就直接给他 在我的保险柜里 找一个改口的料子 我印象中是有几块比较合适的 改口的料子嘛 一般都是已经能看得到花了 这千块钱的预算 给他选个两块三块 给他对比一下 来看一下这两块料子 这一块飘花更多一些 这块飘花虽然少一些 但是也很好看 肉质都是很细的那种 给你们打灯看一下 很漂亮吧 这个飘花 整块石头全部都飘满了 这个飘花虽然没有那么多 但它肉是很细的 糯糯的打进去就感觉 两块石头的话 这块的话有一点点超粉丝大哥的预算了 差不多超了一半 我要跟粉丝大哥沟通一下 他是否能接受 这两块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也都挺适合他跟我说的 想要的风格 就等一下跟他沟通一下 他会想要哪一块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选择哪一块呢 刚刚跟大家沟通了一下 大哥还是坚持他自己之前的预算 所以就选了这一份 其实这一份还是很好的 这一份是木纳长口料子嘛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木纳长口的料子 它发挥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嘛 再加上它是改口料的话 已经是什么都能看到啦 所以大哥只要决定 自己想做个什么货就行了 但大哥可能他有自己的加工厂 然后他就让我把这个石头 直接给他发过去 我不用给他加工 那今天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各位粉丝大哥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问我哦